这位同修问的 他是弟子曾经签字在往生后捐出所有的器官 但人死后神石并不是马上离开 而器官却要马上各处 那么不是有痛苦吗 他说令因此而起诚心而度三途 这个确实有这种情形 因是凡夫运力可能不够 曾听过一位法师说过 若修行不到一个程度 还使别捐 不知师父你的看法如何 我的看法跟这个法师一样 自己修行的程度不够 这个最好还是不决 那么如果你要是真的发心捐 你就努力修行 到你灵命中时你已经成就了 在念佛人家决定往生 有把握决定往生就没有问题 那往生的人呢 这一段期神石就到极乐世界去 没有这个 说八个小时几个小时 没有 立刻就走了 这个行 真正往生可以 这一段期望 这把握写的 这把握写的